Here we go 星光六强即将进入冠军赛前的最后一场积分赛 而在经过上周的K格金曲挑战赛后 目前六强的积分排名 依然由孙志佑以105分取得领先 而近来表现不佳的名乡 则停滞在第五名 本节主题是歌中剧表演赛 这次我们邀请到资深舞台剧导演青春指导 六强们在与导演讨论排练后 又会带来什么引人入胜的表演呢 所有评审一致叫好 就是要有播出去这种勇气 真好看 真好看 真的很好看 超正女大声勾起少年奇梦 最真实的校园霸凌事件 好位 我想跟你做朋友 走开了 没有 日游求爱最霸道的告白 姐妹们上 六段高潮迭起的故事 星光大道荣誉具现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再次准时收看我们的超级星光大道 今天已经是我们前六强的积分赛进入歌舞剧的挑战赛 所以今天不只是唱歌还要跳舞 最重要的是还要演戏 我要问一下晓琳老师了 因为你也是唱片制作人 然后又是舞台剧的当家花旦台主 对不对 这歌中剧要怎么表现才不会 比如说影响到唱歌 也不要演得太over 但是又能够把歌带进来 其实我觉得那当然就熟悉度是非常重要 就是背后的练习是 柯次海已经好久不见了 你真的让我们想起这一号人物 背后的练习很重要 我觉得有的时候 你唱歌唱到一个状况 如果用戏剧来帮助你 其实我觉得是更容易进去 那个歌的状态当中 说不定也会帮所有的歌手 其实让你们在唱歌的态度的方面 其实有更多不同的角度 没错 大家好好的这个表现 那同时这个晓琳老师是不是 10月31日在小巨蛋 有舞台剧的演出是吗 10月31号我将会出现在 三小男人演唱会 大家都要去欣赏啦 我们这些评审老师都非常专业的 当然今天最高分的就可以获得 德国IC Berlin 价值2万元的太阳眼镜 好 本周星宫五六强将进行 歌中剧表演赛 本次成绩最高的选手 将可获得名牌太阳眼镜 提供价值2万元等值商品 而本周成绩将累计并入 冠军赛积分计算 本周评审有资深唱片制作人 陈子宏 创作过无数好歌的音乐人 袁维仁 华语流行音乐创作才女 黄韵玲 天王天后御用造型师 Roger 唱作俱佳的实力派歌手 张宇 第一位出场的杨俊文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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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